近日有民众发现花莲前后站有游民是将排水沟的格栅翻起 先议员请自强派出所加强民众安全的维护工作 避免民众没有注意到排水沟翻起的格栅掉落造成伤害 也呼吁民众避免行走的时候滑着手机掉落一米高的排水沟 忙碌的现在民众习惯一面走路一面滑手机 未在花莲后火车站的民众就发现了日前有游民将路旁的水沟盖格栏掀开 路过的民众险些掉落一米深的排水沟内 现议员未嘉宴接获民众沉寝之后要求当地管区能够加强巡逻 以及维护民众的自身安全 也拜托我们的志强所的所长有去了解这个情况 那只知道是游民目前他们开水沟 那不知道用意是如何 那他目前已经从前站前站这边已经从前站这边开了 那也希望说我们用路人要注意不要滑手机 因为这个可能有的有水沟有一米深 那可能连下区可能会造成危险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涉嫌人也强调此一行为是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并且也通知涉嫌人30日内必须导案说明 本所远警于巡逻时发现有水沟盖遭人掀起之情形 该行为导致用路人往来之危险 触犯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 本所立即调验监视器并于24小时内掌握相关涉嫌人 对于此种不法行为警方绝不宽带 从严就办 另外提醒用路人物分清滑手机 保障自身安全 避免生命身体遭受危害 下去之强派出所远警 因此主动进行附近商家以及路口监视器调阅 锁定一名中年男子随即通知到案 此名失信男子也坦承犯案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